大体上是雷同的 因为第一个的话我们一样是 import 一个 random 然后呢 会有不一样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会需要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概念我上个礼拜讲过 它有点类似像什么 类似像那个 Excel 里面的这种概念 也就是Excel 里面它每个都是一个清单 而且我觉得Excel 它 之所以会受欢迎 我觉得有一点是说 因为以前资料库 你要建资料表的时候 你变成它 给栏位名称 然后还要给栏位的形态 那Excel 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万用的 第一个呢 栏位名称 不用给 自己给你一个 A栏 B栏 C栏 你不用给名称的 反正我先帮你取个名称的 预设的 第二个的话呢 你的形态 也不用定义 因为资料库的话 你要放资料之前一定要定义 这个是放数字的 这个是放文字的 这个是放日期的 那如果你定义好之后 你就不能改了 OK 大部分是不能改的 OK 那Excel 没这个问题 反正呢 你先不用告诉我你的形态 反正你放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倒 我觉得也还蛮 但是它缺点就是应该没有定义啦 所以它的缺点就是执行的效率 会相对的比较差 所以如果说你的资料 你要求效率高的话 那是建议用资料库 但是如果你比较没有要求效率的话 我觉得Excel导还蛮好用的 那其实早期 为什么Excel 大家不是很小 因为以前的CPU很慢 然后以前硬碟也很慢 那现在的话 拜那个什么 硬体的整体提升嘛 CPU现在都已经 哇 已经不知道几核心了 8核心 16核心 32 反正已经快到一个不行了 第二个的话呢 硬碟已经大概都升级成什么SSD 固态硬碟 那另外的 记忆体的话 也已经 哇 都大概8G 16G啦 甚至32G都有 所以已经 没有那种太大的问题 比如说以前 你放一放它 转一转就会变白画面 荡掉了 那现在基本上好像很少 要把它弄到荡掉 还真的蛮困难的 有没有 城市上乱跑 奇怪还是OK 活得好好的 那主要是因为 电脑整体效能提高 OK 那但是也不是说毫无缺点 像它最多的比数有没有 Ctrl向下 它就是1048576 也就是它最多一个工作表 就是 104万多比 所以如果你的比数 如果超过这个限制的话 那当然也不建议啦 如果你是要超过100万比以上 你已经 对一般来说 应该凑就有余了吧 OK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限制啦 另外的话 Ctrl向右 Ctrl向右的话 最多几栏 OK OK 这是应该 XFD 请问这是几栏 看得到 这边是几栏呢 其实我也没记啦 我只记得一个方法 插入一个函数 叫做 Colent Colent就可以了 Colent函数 16384 16384 也就是最多的话呢 就是 16384 个栏位 OK 所以它乘下来 1048576 乘16384 就是它总total可以放的存格数量 OK 不过其实这也不是什么 这其实不重要 反正知道一下 OK 好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明 因为 Excel的好处就是说 它已经给你这些东西了 但是如果你Python的话 很抱歉 没有 没有怎么办 你就变成要放在 List里面 所以啊 像这边有没有 A栏 像刚刚我们不是有那个 1到12月吗 那如果说我要产生什么 那个清单的话 其实Excel还有一个聪明的功能 就是说 你只要输入1月份 底下向下填满 它1到12月的资料 也会自动产生 那这个就清单嘛 那只是说呢 我们如果今天 用Excel来写的话 直接呢就有现成可以用 但是Python没有 OK 所以有的时候啦 像写VBA的时候 就比较 像阵列跟那个List 其实有时候我干脆 我就把它摆在Excel 里面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很方便嘛 你不用特别还要 再把资料放在 某个变数里面再来抓 不用了 你就放这边就好了 一样可以达到 我们那个 撰写程式的这个效果 那 所以第一个 我们知道有个清单 那在Python里面 怎么去 产生这个清单 跟各位讲一下 Excel里面是长这样子 那如果在Python里面 特别注意 第一个啦 我们要产生一个List的一个变数 那你要把那个清单建立的话 记得外面一定是中瓜糊 那里面的话用豆点隔开 那你会发现我们1月到12月就分别把它放 因为它的很长一串 所以刚刚我同学问到就是 那那个如果说你要一直让它往下的话 它会看到右边怎么办 你Enter就可以了 把它换到 理论上习惯会把它按个Tip 下一个下一个 OK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VPA里面 如果你是要换行的话 你不能直接Enter 你变成要在 后面要加一个underline 才能Enter 底线 OK 这个后面如果我没有用到我们再说 好 那假设我有12个月份 不过呢 不知道各位眼睛的同学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地方比较特殊 也就在第一个你会发现 老师为什么你前面第一个 你放一个什么空的东西 其实这个地方是 以前本来是没有加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加这个东西的话 那1月份 它的编号就是0 因为呢 这个串列的编号从0开始 OK 那2月变成1 一直到12月变成11 所以变成月份 你变成什么 如果你要换算成Index 你要-1 那以前 光这个 像以前写 这块以前在加法写的 我发现好麻烦 每次要-1 加1 那常常都头晕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个方法 那我干脆 我就避开 我就前面补一个空的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不影响 只是说你会浪费一个很小的空间而已 OK 其他并没有影响 那这样的话好处就是它的Index 0的部分就避开了 那1的话呢 实际上也是1月 那12月也是这 所以这个清单我们建立起来 第二的话呢 再来我们怎么样 再利用random 去从1到12里面去抓一个乱数 那抓出来之后 我一样把它放在一个叫mr的变数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哦 跟前面一样嘛 反正就Import 然后呢就random 那只差别是多个清单 那如果说我要取得什么 取得那个清单里面的资料的话 所以话语嘛 我们就无穷回圈 再来的话呢 问题为 那因为问题里面的那个部分 有没有 那个月份呢 是要随着你每次 这个产生的乱数而有不一样 那我要怎么去抓那个乱数 我跟各位讲一下 比如说像刚刚 我们产生那个7月 所以这个地方它理论上应该是 在这个random range它产生7 可是问题啊 我不能说问题为 问题如果把mr放进来的话 他会说问题7 这是不对嘛 所以我应该要抓什么 抓这个清单里面的第7个 把这个第7个资料怎么样 抓到这边来的话 那我要怎么写啊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那个写过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就是把这个东西串在中间嘛 第一个啦 反正就是中间串 串资料嘛 所以前后用加号 那清单里面的第几个的话 那你就什么 ms 就是那个中瓜糊 里面的话就放第几个 比如说如果你输入7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什么 第7个这个 July这个嘛 因为它是一个自串 所以呢你直接放过来 就不用转型了 但如果你今天是 来了一个数字 那你记得一定要加一个转型 STR OK 那我们当然不是每个 每次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执行的 每次都是抓7月 那这样子 大概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 再把这个中间加个mr OK 那也就是说每一次 产生的那个乱数月份 就不一样了 那接下来的话 底下的这个结构的话 当它输入之后 我们再做逻辑判断 所以呢底下的话 如果你输入的这个 假设我这边执行了之后 我刚刚是7 July 对不对 产生一个July 那我如果输入7 7这个数字的话 那如果呢 特别这样 这个地方我输入的是7 假如我这个数字7 输入到m里面 那mr里面刚好也是7的话 两边如果相等match的话 所以两边相等的话 mr m等于mr的话 那print答案证据 记得break 那反思的话呢 答错了 那就答错的话呢 没有break 所以继续呢 回到快有一帽号这个地方 继续回答 OK 所以哦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我把它run起来 现在又 又取得这个 这个match 那match的话呢 哦 当然我们现在是3 如果我当然 输入一个错误的 一样嘛 他到这边 答错了 两个不相等 应该是 这个输入的是2嘛 可是答案应该是3 不相等 所以这个 那假如说呢 我输入的是正确的 他到这边的话 两个match了 所以他答案正确 并且break 就跳离这个话语嘛 OK 好 那请各位哦 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 改改看 上海里面有讲过嘛 如果只能拆三次的话 或者你可以把它改成只能拆两次 一次拆不对 第二次也拆不对 那当然就不能再拆了 表示你应该是不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match CL 试着 这个 撰写看看 那清单部分 我想上面这个清单 如果你要建立的话 几个方法 像这个清单 我是直接用那个Excel里面 我刚刚讲过 向下拉 其实我是把这个清单 复制过来之后 贴到那个程式的上方 然后只是在这个前后加上 这个双引号而已 然后外面再包一个中瓜 OK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的清单刚好就在Excel 那有时候其实也可以丢过来 只是说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自己要在前后加上双引号 那资料中间加豆点 外面再包一个中瓜糊 OK 那目前当然因为笔数比较少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用 直接写固定的 不过未来如果资料笔数 像全民音简应该是一两 假设一千笔 一千个单字的话 那你就不可能说你把全民音简的单字 全部都放这里 哇那不得了 你程式光上面的部分清单就一个 所以一般的话 要不就是把它放在档案 当它执行的时候 从档案捞过来 要不的话呢 就把那些资料先放资料库里面 OK 那当有需要的话 再把那个资料 从资料库里面载到这个串列里面 OK 所以这个也许我们后面会再提到 有关像外部啊 读档啦 或者是从那个资料库读档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1到12月份的这个程式先弄弄看 并且啊 试试看哦 把它改一下 改称哦 只能够拆三次 那也是有两个版本啊 一个是用4为圈 一个是 也许用什么 用C等于0 C等于C加1 再判断如果 它已经 超过了次数了 它就不能再猜了 试试看哦